反服貿團體持續佔據立法院議場 而在台中300多名的靜宜大學學生 則是身穿黑衣聚集在校內 高喊口號 並且透過臉書發起校內的聲援活動 而在晚間的時候 高雄市也有上千位的學生 在捷運美麗島站靜坐 同時也高舉手機等可發光的設備 呼籲要照亮台灣美麗島 用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 幫忙政府服貿協議 黑箱作業的學生 在18號晚上攻佔立法院議場 為響應台北的行動 300多位靜宜大學的學生 19號中午身穿黑衣 聚集在校內發出內心的怒吼 高喊口號聲援立法院內的學生 靜宜大學反服貿活動總照表示 看到台北學生的行為 認為自己也應該要站出來 在凌晨透過臉書發起校內聲援活動 要讓政府知道 其他無法北上學生的心聲 沒有經過台灣人民的同意 他就自己黑箱作業 然後自己擅自的決定通過這個條款 我們完全不知情 那這樣我們會覺得有一種 是被出賣的感覺嗎 我們覺得不公不義 19號晚上7點30分 在高雄市也有上千位學生 去在捷運美麗島站靜坐 透過臉書發起活動 聲援在立院反服貿的學生 他們靜坐到晚上12點 高喊反服貿口號 並攜帶手機等可發光設備 一起開燈呼應照亮美麗島 表達高雄人反服貿的聲音 反對黑箱服貿 遍地開花 北中南都有民眾串聯 靜坐表態 用靈性的方式 告訴政府人民的聲音 聯合鮑魚採儀楊如佳綜合報導